你剛剛給他掛出去 我現在在起碼 我現在很晚了啦 你旁邊的不然你要我 那是他媽媽吧 他嘴起來是不是 面對女客人不斷逼問 店員被逼急回嘴 對方火氣被點燃 更火大 女子彪國媽 甚至還衝出店外 拿起安全帽 做事打人 女客人怒槓店員 原來是一對夫妻 到彰化一間餐廳用餐 女店員走路滑手機 不小心撞到 男客受傷的左手 第一時間已經道歉 但對方妻子怒火難消 我們廁所出來之後 那個小姐就在這邊一直 一直在買 然後口出二元 然後她還拿那個 安全帽箱要打我 會不會覺得很委屈啊 是會啦 有嚇到 不過可能就是為了 先生受傷 所以辛苦了 實在委屈 不但被咆哮 甚至差點被客人打 女店員一度哽咽 眼眶泛淚 平常負責餐廳裡的 甜點部門 前一天晚上低頭滑手機 不小心撞到客人 的確是有錯在先 但第一時間已經道歉 卻被刁難 那我再去跟先生道歉一次 那如果你還不滿意的話 那我們可以請警察來協調 店家不願繼續追究 也沒報警做生意 以和為貴 希望事件盡早落幕 記者 陳盛偉 公寓德務彭馨 昭華報導 警察 李宗盛 警察 李宗盛 警察 李宗盛